美债这周的市场其实还是蛮有特点 那美债这两三周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就是美债不管是TLT还是TMF 有一定的回调 那美债收益率像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从最低的3.75 3.8会升到4左右 目前在3.9394的状况 那这周的美债的收益率 有个非常鲜明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遇到利空它不再继续上行 你看非农就业失业率非常低 超预期只有3.7% 然后通胀也是超预期的 同比是3.4% 按理说这都是非常强劲的数据 正常来讲的话 长短美债收益率肯定要反应的 肯定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收益率的上行 比如说上到4.1 4.2 其实很多的交易员在赌收益率 可以上到4.2甚至4.2以上 以进行的压注 但是市场走出来的趋势 走出来的样子是告诉你 它对利空比较顿化 这是这周债券市场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包括TLT TMA的位置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说每逢回调都可以买入 它的24年的主声浪还没有到来 大的行情还在后面 所以说有这种回调 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回调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整体的回调比预期的要小 比预期的要小 这个是市场给出的这么一个信号 市场给出的这么一个答案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左右 对吧 市场就是这样走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市场对美联储的一个压注 也是非常的巧妙 非常有意思 在周四的时候 CPI数据出来以后 非常强劲的CPI数据 案例出出来以后 3月份降息的概率应该是往下走的 对吧 但是没有 3月份降息的这种概率反而提升了 达到了76.9% 同时市场预期24年底 到24年底是美联储降息的幅度更大 之前是预期降息150几点 也就是说降息差不多是6次 现在降息的预期幅度给的更大了 要降息7次 直接降到3.5到3.75 也就是降息175个几点 175个几点 这个概率已经达到39.3% 这个概率是不低的 非常高的一个概率了 而且随着数据后面的变化 当然它的概率也会发生变化 但总体来讲 这周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 就是债券市场 或者说对美联储的 降息的这种压注和预期 遇到利空而不为所动 遇到利空而顿化 我觉得这是这周市场 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 一定要值得关注 这说明很大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这些数据 就是站在这个时间 你可以有两种相信 要么你可以相信 就是说市场的反应是错的 就是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的 这种预期压得过急过猛了 就是24年降息降不了 压住太猛太激进了 同时市场对10年期 美债的收入率的定价 过于极端了 比如说3.93 3.94 你觉得这个可能不合理 因为非农就业数据还很强 通胀也还很高 对吧 美国经济的韧性还非常强 没有道理就是说市场进行这么激烈的这种压注 你可以认为是市场错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 而且我认为概率比较大的可能性 就是数据 这个数据是一个静态的短暂的 后面可能不出两个月 一两个月到一季度 你会看到非常恶化的糟糕的数据 也就是说市场对了 所以在此时此刻 你可以有两种判断和相信 一种是相信市场定价错误 还有一种你是相信 就是市场还没有pricing 没有去反映数据带来的这种变化 但往往绝大部分时候市场总是对的 而数据往往是滞后的 要么就是错误的 所以说看你相信哪一个了 看你相信 如果你是相信美联储 同时也相信数据的话 它给出你的答案 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景象 就是24年的降息 不可能这么激进 降到175个基点 就是利率期货模型给出的 降175个基点的这种概率 那就应该是按美联储点阵图说的 它只降三次 而且降的可能还比较晚 这是和数据和美联储 你相信这一方给出的答案 如果你要是相信市场的走势 给出的答案 相信利率期货模型 给出的这个答案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种景象 那告诉你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 就是在24年的降息 可能降的非常多非常猛 那这个大致是符合我的判断的 我给大家之前也讲过 就是说每一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和衰落 它是不对称的 就是在繁荣时期 美联储的加息 它是走楼梯上去的 但是在降息周期里面 它是坐电器下来的 就是降息的时候 降的都非常猛 非常突然突兀 降的幅度也非常大 甚至历史上都出现过 就是一次降100个基点的降息 但是加息你没见 你几乎没有见过说一次加100个基点 就这一轮周期已经够猛了 这个一次加75个基点 这已经是非常猛了 而且连续加了4次 但是你说在降息 降个50个基点 75个基点 包括100个基点 那都随处可见 历史上多次摔腿都发生了 所以说现在站在这个时点 其实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思考和反思是什么 就是说市场 如果市场是对的话 那24年的市场恐怕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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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意想不到的或者震撼的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 24年的市场的波动率会非常的大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市场的动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